多么的血液 多么的舒服 太阳晒的话 我还有遮阳帘 还有这个中央扶手可以放手 这样的引擎马力啊 放在马来西亚市场还在 放售的 D-Segment 中 已经是第一名了 重点是它的入税一年才 90 块哦 一般在马来西亚市场 如果你想到 D-Segment 应该会想到 Camry 可是你也不能忘了 这个同样来自日本 同样在马来西亚市场很出名的 这个 Honda Accord 今天我们要试驾的就是 这个第十代的大改款 Honda Accord 它很特别 因为虽然它的引擎只是 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它的马力竟然达到了 201 PS 在目前本地市场 还在贩售的 D-Segment 里面 它的马力表现 应该是最强的那一款了 自从2000年代初 Honda Malaysia正式进军我国市场之后 他们就在马六甲设立工厂 旗下大部分的车型都是 CKD 的 七代的 Accord 八代的 Accord 九代的 Accord 甚至这个第十代的 Accord 都是在马六甲的工厂所诞生 而这个 Honda Accord 第十代呢 它有一个不同之处 在全世界 不管它是在美国 在中国 还是在马来西亚 它都是采用涡轮增压引擎 或者是混合动力引擎 以往的自然进气引擎 完全是被淘汰了 这代表着 Honda 正式进入完全涡轮的时代 而这个它的涡轮引擎也是有相当大的特点 等等我们会讲到 在设计风格上面 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 和第九代的 Honda Accord 有相当大的差别 在第九代的 Honda Accord 它采用了一个比较沉稳 比较成熟的设计 可是到了这个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 它就变成比较运动化 比较优雅 你可以看到这个车身的高度 是非常的DI的 然后它采用了这个 Fastback 的设计 看起来带有一点运动风 可是又带有一点优雅 整个车头的设计 基本上延续了 Honda Civic FC 的家族设计 缩大的 Honda Wind 的水箱护照设计 是非常的亮眼的 再来就是这个头灯组 这个头灯组同样采用了反射式的设计 而且我们应该试驾的是顶级版车型 所以它采用的也是顶级版的头灯组 完全这个灯源都是 LED 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除了这个镀铬材质 就是 Chrome 之外 它还用了很多这个 Piano Black 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到 Piano Black 然后它连雾灯座都是这个 LED 的 整个车头的感觉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看的啦 比较优雅一些些 在轮圈的设计方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五幅式轮圈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有这个多吨的设计 只是这个多吨的设计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明显 正面都是这种抛光材质 里面都是采用了一个比较 带有这种珍珠漆感觉的这个材质 然后它的轮圈是18寸 尺寸是 235 45 R 18 原厂配来轮胎是这个 Michelin 的 Primacy 3 ST 在这里我们会打出这个轮胎的大概价格 让大家参考一下 以后如果你的车子更换轮胎大概需要多少钱 从车侧我们可以看到 它采用了一个比较大弧度的这个Fastback设计 这样大弧度的设计啊 可以让这个第二排的这个乘客 头部空间比较充裕 另外它还有一个三角径 可以减低后座乘客空间的压迫感 所以我相信啊 坐在后座是非常的舒服的 再来你可以看到这个车身变得非常的长 其中它这个走距 就从第九代的2776mm 放大到现在的2830mm 内部的空间表现应该会相当值得期待 你们觉得这个侧面好看吗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至于在尾部的设计 它基本延续了这个HONTA Civic 的这个尾灯设计 好不好看这个是见仁见智 不过内建还是有这个LED的灯条等等 我觉得整体其实还不错啦 不会到不好看啦 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再来它延续了HONTA车款一直以来优点 就是超大的这个尾箱空间 它的宽度跟深度都非常的足够 其实像在City跟Civit这样的车款上面啊 它们的这个尾箱空间已经超越了同级的车款 在这个ECO上面更加不用说 而且重点是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门槛的这个离地高度是非常的低的 就算今天你要拿很重的东西 你要把它搬去车尾箱 也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这个尾箱啊 它大到 你要把人塞进去 都没有问题 在这个ECO的内装设计方面啊 虽然说它很多东西是沿用了这个Civit原本的基础 但是因为像是ECO这样的车子啊 主要面对的消费者还是把它当成这个家庭车 或者是行政用途 所以它的内装设计基本上还是比较成熟稳重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控台的用料啊 软 硬 硬 然后中间这一个是仿木纹的材质 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个中央的这个触屏主机啊 这个触屏主机的荧幕不仅这个清晰度高 强光底下看得很清楚之外 它还支援了像是这个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这样的功能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 像是这样定位的车款啊 如果没有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的话 其实会有一点不方便啊 我如果要听歌我要GPS 我只需要连接我的手机就做得到了 接下来我讲一讲它的这个空间运用表现 这个空间运用一直以来同样的也是HONDA 的优点啊 它的置物空间设计得非常的合理 在这个中央扶手 你打开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空间 甚至可以让你放下一个10寸的iPad 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啦 因为我一上车就很喜欢把我的手机 你皮包往一个地方丢 然后它这里还有两个很深的自备架 前面还有一个置物格 里面隐藏了这个USB 还有这个无线充电的插槽 然后如果你要把手机连接你那个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你就是要通过这里的USB啦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在你的这个主机使用你的Apple CarPlay 非常的方便 在门板这边用料其实也没有太吝啬啦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高音喇叭 下面还有一个喇叭 然后这边上面的是一个软质的塑胶 然后同样的仿木纹 然后这边还有皮革 这个是硬的皮革 然后它上面还有这个Memory Seat 的功能 如果你的车是时常换驾驶者的话 这个Memory Seat 的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另外在下方它还有这个按键 你只要按这个按键 就可以打开你的微箱了 接下来就要讲这个驾驶座的整体布局 Honda 的车款一直以来都是不给你花俏的东西 但是整体用起来非常实用 你可以看到像是这个引擎启动键啊 就在这种非常旧手的位置 然后在下面还有一排按键 它包括了这个VSA 的开关 然后Parking Sensor 的开关等等 我们再启动引擎 你可以看到整个使用是非常的流畅的 接下来呢就是它这个前方的这个仪表啦 它的仪表它采用的是半数位化的设计 右边的是传统指针 左边的才是这个Digital Meter 它可以显示的资讯也是相当的多 感觉没有Siri那么好看 但是现在使用而且看起来不会翻光 这个显示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 再来这个Stairing 有换挡拨片 然后上面还有很多的按键 因为这台车是搭载完整的Honda Sensing 所以在这个右侧上面你可以看到 可以有这个ACC的按键啊 然后这个前方车距的控制键等等 你基本上可以在这里忙操作 非常的好用啦 至于这个冷去弦扭 它同样的也是舍弃了这个Honda CV上面的触控的设计 你直接在这边就可以控制那个风量啊 温度等等 而且这个质感不错 重点是你在转的时候它还会有颜色的切换 这个有点可爱啦 蛮不像Honda 的作风 最后就是往下看 在这个排挡杆之后 有这个Econ 模式还有这个Sport 模式 最后就是电子手刹车 还有这个Auto Hold 的功能 最后就是这个司机座的电动座椅 有八项的调整 你可以看到这个ACC的后座 完全就是为了老板打造的 这个脚部空间大到我可以翘脚 而且前面的椅子你可以看到 它明显是偏厚的 所以我的脚部还可以这样做翘脚的话 你可以感觉是多么的舒服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是吗 没有关系 因为它这边还有这个老板件的设计 你只需要在这边按 你就可以控制这个副驾驶座的座椅 给你更好的这个脚部空间 多么的血液 多么的舒服 太阳晒的话 我还有遮阳帘 还有这个中央扶手可以放手 这个就是行政房车或者是这一个家庭车 它最大的好处 再来就是它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还有两个USB 还有独立的这个冷气出风口 它可以让你在旅程的时候 为手机进行充电 然后天气热的时候 你又不会热死 这个空间表现我真的觉得很赞 就算它是这种Fast spec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我的头部空间 还有四个指头左右 然后我坐鞋一点的话 哇 真的可以睡觉了 这样的空间表现 你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有 其实有一点要挑剔 就是这个中央的这个 鼓起面积会大一点 所以坐在中间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啦 但是我觉得中间的话 做小孩子应该还是OK的 引擎盖下方就是这辆车的重点了 还有这个助力式的这个油压顶杆 你可以很轻松的打开 而这个引擎就是我们熟悉的 1.5公升的VTEC Turbo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和泰国版本有不一样 泰国版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是192PS左右 而马来西亚版本则是201PS 峰值扭力达到了260Nm 这样的引擎马力 放在马来西亚市场还在贩售的D segment中 已经是第一名了 重点是它的入税一年才90块哦 只是有一点 因为这辆车还是偏家庭或者行政用途 所以HONTA并没有把这个引擎的设定做得太激进 它的0-100加速表现 这个TC版本是9秒 TCP是9.1秒 匹配的变速箱同样的还是CVT变速箱 并且有换挡拨片 这辆车呢官方数据 它的这个0-100是9.1秒 然后我们先来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需要9.1秒呢 首先先切换到这个运动模式 然后D档位 准备好 3 2 1 100啦 其实起步的话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车的 这一个低转速的表现是比较慵览一点点的 它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速40之后 动力才来 嗯 果然这台车还是一台以舒适取向的房车啦 这个HONTA AERCOTIC 10代啊 它的车身真的是变得非常的大 单单是它的车长就已经是4900mm了 所以它配备了很多的这个安全功能啊 还有一些先进的配备 让这个驾驶者在一般驾驶的时候会比较便利一点 例如说啊还有这个360度的环景摄像功能 这个环景摄像功能的这个影像显示 其实还算蛮清晰的 所以你在parking的时候啊 因为车太长 有时候你可能会怕撞前面撞后面对不对 就是因为它有了这个功能 它可以让你很方便的把车停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360度的镜头还不够用的话 没有关系 它还有autoparking的功能可以帮助你parking车 再来就是这个TCP 的HONDA AERCOT 顶级版 它搭配了这个完整的HONDA Sensing 包括了像是这个ACC啊 然后这个低速跟随系统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低速跟随系统的测试啊 可以点击上方这个小明哥 试驾这个HONDA Civic 的时候 所测试的影片啦 OK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台车的试驾感受啦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Putra Jaya Putra Jaya 算是一个普遍的市区驾驶的环节啦 这个HONDA AERCOT 给我的这个感觉 真的跟这个第九代的HONDA AERCOT 差很远 诶 以前我很常开这个第九代的HONDA AERCOT 但是第九代的HONDA AERCOT 操控表现是很好 但是 你会觉得它的悬吊硬邦邦的 它的悬吊就是在这种过不平的路一直会 你会觉得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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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车内乘哥会不舒服啊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家人我在载他们的时候 他们有给我反馈过这个问题 就是 第九代的HONDA AERCOT 会比较不舒服的 但是在这个第十代的HONDA AERCOT 啊 它变得跟Series一样 它比较贴近这一个 一般的家庭用途 它的前悬吊后悬吊做的都比较软一点 过滤的这个睡震其实还蛮到位一下的 就像这个PUTRAGA这边虽然车很少 但是这个路并不是太美 就是我们在走的时候 很多种不平坦路况 你可以感觉到那个震动其实被它吸到很七八八的 然后加上这个座椅做起来还不错 支撑性很好 我就觉得 这台车如果你在跑长途的话 应该会很舒服的 尤其是后座的乘客 因为后座的空间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只要在后面睡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个可能也比较符合一般的 大多数的驾驶者的用车需求啦 就是平常在市区驾驶等等 只是这一个比较大的车身 4900mm的车长 会让你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比较不那么灵活啦 在这个引擎设定的方面啊 同样的因为这个Aircord 是比较家庭车皮取向的车款 所以他们把这个引擎的设定 设到比较斯文一点 它没有像CV那样激进啦 CV其实感觉一踩又会冲的感觉 这个是比较柔顺比较Smooth的感觉 你在超车的时候其实动力是有的 毕竟它的这个260Nm的Torque 还是在的 超车是不用担心 只是整体开起来你会觉得它更像一个 大CC的自然进气引擎 有点像以前的2.4自然进气引擎的感觉 很柔顺 加上这个CVT变速箱 市区这样子驾驶的话 我是很喜欢这个感觉 不会错 然后你稍微点油 动力又有 然后车辆是整个起步表现是蛮轻盈的 OK 现在我们要试下这个Eckord的cornering表现啊 我有一点期待 像我们是这个highway 从小路转进highway那个转圈 其实还不错 body roll 会有一点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OK的 你懂怎样做到OK吗 嗯 太OK 有一点点 feel 得到一点 body roll 但是整体还是OK的 OK 接下来我们已经进了高速公路 我们就试试它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巡航的表现啊 因为高速公路上面巡航 最重要的是你这个车的时候 OK 出去 那动力来的算快 而且这个是普通模式 如果你真的嫌弃它这个动力不好的话 换一下Sport模式 OK 讲道就做 我们现在换一下Sport模式 跑一下 哦 这Sport模式下面这个动力的响应 会积极一点点 大概这个 反应会快多一个15-28%左右 如果你觉得它背后呢 它那个一直会有一种贴背感 它一直在把那个动力推出来 你会觉得这个动力储备很够 这个HONDA LANDWASH真的好用 这个HONDA LANDWASH真的好用 刚才我在转弯的时候 其实这个照后镜有盲点 我看不到有摩托 可是你在打开这个Signal灯的时候 它把影像头放在这个荧幕上面 你马上看得到 这个悬吊 跟底盘的这个反应 我真的是觉得 很不像HONDA的车方 就很不像以前的HONDA AQUAD 这个底盘还是一样的扎实 只是悬吊就是 变得比较柔软一点 所以刚刚你在这种转弯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那种红线 就是让你减速的啊 如果是以前的九代AQUAD 在经过的时候 它会一直咚咚咚咚咚咚咚 这个就是咚咚咚咚咚咚 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它的这个柔软程度是不一样 然后它的吸收碎震的程度也不一样 这个高速公路行驶的表现 毕竟AQUAD 还是一辆D-Segment的房车 所以在稳定性上面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加上这个全新的平台啊 让它这个重心比较低 我刚才试了大概 维持在这个100-110之后 它的这个稳定性啊 其实是相当不错 然后 其实我个人觉得 它这个轮胎的噪音表现方面 还是可以再接受的范围啦 接下来它这个在highway的时候啊 它的变换车道的反应 其实比在市区驾驶还要灵敏很多 这种就是这个大型房车的 这一个优势所在 毕竟这辆车的车重啊 车身尺码啊 都不是那么的小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速公路 有这样的表现 算是蛮合理的 这台车一家人出门的话 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再不然就是可能你是一个老板级的人物 然后你买这台车是常用来这个 出外地公干的 请个司机你坐在后面你可以很enjoy这辆车 操控性固然重要 但是操控性如果影响到了舒适性表现的话 那么对这辆车的整体表现就会大打折扣 毕竟你买一台车 你不可能从一天到晚都是要它操控性操控 操控操控性 很多的时间上面 你都是要它去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乘坐品质还有这个 舒适性在 这个Accord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我觉得OK的 尤其是因为它的轴距达到了2830 所以有时候你在高速的大弯的时候 你转向这辆车 整体来讲这个驾驶感受上面 它脱离了以往人们对这个HONTA ECO的印象 它变成了一台比较舒适的家庭车 然后它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运动基因在 它的操控不是顶级 但是绝对不会到差 这个是重点 我觉得HONTA ECO这次的定位非常的精准 因为很多的情况下就是 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以前他们会考虑D segment的Sedan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考虑C segment的SUV 多于D segment的Sedan 这个Accord就给予你一个比较不同的东西 它不再像是以前的Accord 它比较的均衡 它还可以给你一个比一般SUV更稳定的 这个驾驶体验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SUV 毕竟它的重心还是比较高 在跑高速公路的时候 稳定性可能还是会缺缺一点 这个Accord就可以很明显的弥补这个缺点 然后Accord的空间表现是完全不会输给这些SUV的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话 稳定性 这个舒适性 都不会输给这个SUV 甚至是赢过这些SUV 然后重点在于它还有比这个SUV更好的操控表现 这个就是Accord它的定位啦 9代Accord和10代Accord的差别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强烈建议你如果你对这款车真的有兴趣 你一定要去试驾看看 你才会感觉得到它们的差异在哪里 对我来讲现在的Accord和Camry的差别 他们的定位已经兑换了 现在的Camry反而是比较运动化的那个类型 Accord反而是比较走这个家庭化的路线 它的SUV的设定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真的是比起上一代那一个比较硬邦邦一点的悬调啊 相比之下我觉得它舒服多了 而且它的空间表现真的也很好 整体来讲我觉得这台车和以往的这个HONTA车款一样 你找不到太过明显的缺点 因为它给到你的东西就是基本上可以满足你需求的东西 它没有很多花俏的配备啊等等 但是它给你的都是你平常会用到的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当然还是那一句话 你对这款车有兴趣 你一定要去试一试 你试过了这台车之后 你才会知道它满不满足得到你 它好在哪里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试驾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一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